來來來來 來來來 市長謝國良親自牽著馬林國小小朋友的手 一起開心的走在全新的通學步道上巡禮 分享馬林國小步道總長就是113公尺 然後我們會設通學步道有34公尺 路要平勾要通燈要亮行的安全 是一般民眾日常生活的最低要求 七堵區馬林國小旁邊有條道路已經40多年沒有刨鋪過 在市議員爭取市長謝國良全力支持 以及附近廟宇配合下 三個月內由市政府公務處耗資將近300萬元 重新刨鋪部分拓寬整件 整理成為更安全寬敞的通學步道 並且在12月7號正式啟用 馬林國小小朋友更是獻上自己的會話 感謝市長謝國良和公務處長陳耀川 還有我們的公務處的處長 要不要打開來去上方向 非常感謝市長幫我們工作 我們一直以來都長久的感受到孩子們 同學們在這邊行走的一些不方便 這一次能夠促成來完成這個工作 非常的開心 剛剛孩子們的表演真的也很棒 我們幫孩子們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謝謝 謝謝各位同學講得好棒喔 打得好棒喔 然後當然也很謝謝耀川 他做事就是快很準 該鋪的路都有鋪 然後感覺經費也是用得很實在 那這也是我們未來在吉隆明年度 有很多道路的不平工程 我們希望每一條都能夠像這個一樣 或者油品質 價格又不夠 然後呢又很穩定這樣子 因為這個路要平喔 還是我們對一個程式最基本的要求 那因為天貨啊環境啊 其實有很多路就是不夠平 那這一點再犯罪要穿喔 繼續的努力 明年度我們一定把更多好的路把它補出來 謝謝市長 然後也謝謝大家 謝謝 不因善小而不為 由於這條同學步道也可以讓 住在附近的居民更安全進出 因此包括七獨區的市議員 以及經營管理馬林國小的 福治文教基金會和當地里長等人 對於市長謝國良都是滿滿的肯定和感謝 這一間我們已經期待很久了 終於也看到今天的出現 那也感謝我們所有的單位 真的很感謝你們深深地一起說 感謝你 尤其特別感謝我們處長 還有我們謝市長 他上任以後我們不是在播他 因為當初是波遊路面 我們後面有很多那個 剛剛有很多那個圖片在那邊 波遊路面後來就把它改成這個水泥地 這個可能以後 他的堅韌度就會比較高 耐久路會比較長 我覺得市長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務實 他也不會作秀 所以我覺得市長真的他非常務實 這裡雖然是比較偏向地區 但是我覺得歷任的市長 他要做這一條路 這個值得大家肯定 所以我們做了一件老天爺都高興的事情 居民也高興 大家都開心 這就是我們市政團隊 跟我們議會團隊最想要的 你們說對不對 我們再以對掌聲來謝謝他們好嗎 謝謝 謝國良開心的牽著小朋友走過通學步道 在繞行道旁邊馬林國小的生態園區參觀 看著小朋友開心的表情 行程滿檔的市長謝國良也露出溫馨的微笑 和小朋友們急掌 慶祝同學步道的啟用 謝謝市長馬林國小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